他说没有人可以平安无事地通过这个赛道 实习是这样的 前两天有一个粉丝私信我 大老师 这个闯关游戏没人通关过 你可以试试吗 什么玩意儿 现在粉丝的脑洞一个比一个大 上一次造了一大堆变异金刚让我点评 这一次又给我整一个花里胡哨的赛道是吧 还说这只是测试版 如果我能通过再给我正式版 小小粉丝 可笑可笑 我也慕斯的这些玩意儿 流程也不算长嘛 闯关游戏罢了 给我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按这个开关就开始了是吧 哇 这就是第一道关卡 这镜仗挺吓人呐 嗯 什么情况刚刚 还说整个轨道都歪了一下 是吧 我就说整个轨道都歪了 还好我急着啊 这回没掉下去 但是我怎么飞起来了 不退啊 没有路了吗 这是 怎么往哪走都飞出赛道啊 有点意思啊 第一关就把我卡住了 这粉丝还嘲讽我 说如果是正式版 我落地就已经没了 别急 我摸索摸索啊 如果我这样走 抛管上 趁他不注意走过去呢 嘿嘿 这不就过来了吗 简单简单 第二关是做的很绝啊 不给机会是吧 我直接以防御模式硬闯 好吧 看来是不行啊 被打下来的话 那不就得从头再走一次 这还是有点麻烦的啊 我刚刚过的第一关 那属实是碰巧 没关系啊 经过无数的练习 我现在就轻轻熟路了 第一关随随便便过 但是这第二关呢 还是点头疼 那这人 他就跳不了这么远的距离吗 看来不得不使出 江湖十帅一九的技巧了 狗跳 看到没 这就是生法啊 就凭你也想拦住我 接下来是 这不就是刚刚的plus版本吧 这直接不删我了 连着一个赛道一起删飞了 你卧 关键是我现在还进退两难 一个不留神 还被后面的打 我还在发丑闻的 这个咋怎呢 哎 旁边这两个是 莫非 聪明如我啊 走咯 好家伙 下面这些齿轮 纯粹就是为了为难人是吧 不过这个和刚刚比起来 不是什么难事啊 顺利通过 这第三道关键 和前面的比起来 感觉温和不少啊 这不直接就能跳过来 送分体吗不是 这关键谁设计呢 站出来挨我两拳 太气人了 挖这么大的坑 正好卡住让人不过去是吧 这个开关是干啥的 明白了 能跳过去只是障眼法 真正的通关方式 应该是进入这个小玩意儿是吧 那我今天站在上面 然后再按开关呗 好像事情被我想简单了 让我想想 明白了 如果我让它停在 靠前一点的位置 我直接跳不就行了吗 哎 果然 前面看起来就是终点了 它和我反应快杀桌车了 这两边东西看着就不简单 果然 它是能开枪的 在这前面就是终点了 总不能在这停下吧 冲啊 所以呢 我到终点了 除了这几朵花 还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吗 这反正说 我才通过了第一轮考核 下来才会给我正式版的关卡 可笑可笑 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好吗 根本不慌 我倒想看看下一期的整出什么花样 那么大老师 记得长长点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